大家好,我是老摩,昨天出去挖季菜给大家看一下成果 这就是挖了一天的成果,就这么一丢丢 然后我又买了一些 咱们今天做季菜饺子 野生的季菜跟养殖的还是有区别的 野生的肯定更好吃 今天好好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 洗干净之后开水汤烫一下 切碎和肉馅放一起 加上葱姜沫 加盐 一点点13香 打点水进去 给肉馅吃点水 会更嫩一些 最后倒点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锁住水分就可以了 开始做饺子皮了 今天咱们做小饺子一口一个 非常过瘾 还做了一些素馅的韭菜鸡蛋 还做了一些素馅的韭菜鸡蛋 水开下货 好了出锅,饿得不行了 煮上一些素的辣子面和蒜末 加上香醋 加上香醋 开碟很饿 哇,这几个饺子 这几个饺子胡兰吞澡 没有尝到味道 辣椒蒜水很香 小饺子一口一个 非常过瘾 非常过瘾 鸡菜肉馅很鲜美 吃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非常幸福 配上一点蒜 春天的味道 饺子吃到嘴里吧 特别幸福 这可能就是碳水的快乐 配上饺子汤 昨天出去准备了特别大的一个袋子 拿了一把铲刀 信心满满的出去 结果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找到 后来碰到了一个当地的阿姨 阿姨带着我找呀找 实在是太难找了 这南方的鸡菜 苏州的鸡菜跟西安相比 太难摘了 因为本身就很小 而且还非常少 眼神不好根本就找不到 一口饺子一口蒜过瘾 这个饺子我刚才尝了 就是什么都不放 辣椒醋也不放 蒜也不配 就单吃就很好吃 非常的鲜 吃一盘干拌的 再来一碗特别的鲜 汤的 这碗汤的 这碗汤的是韭菜鸡蛋的素馅 酸汤饺子 哇 韭菜鸡蛋里边只放了一些盐 很鲜美 买的韭菜还特别嫩 特别细的内容 连摘都不用摘 直接清洗一下就可以用 确立确立的 咱还混进来一个肉的 肉的是真香 配上这糖蒜一起吃 还有点烫 酥馅里边最爱吃的就是韭菜鸡蛋了 平时也很少吃酥馅的饺子 一般都是大葱肉 莲菜肉 萝卜肉 白菜肉 以后可以多尝试一些别的馅的饺子 就吃一个肉的 还是更习惯一口一个饺子 让饺子在嘴巴里边爆汁 最后一个 做着吃爆 沾起来 赶快喝 拜拜 我怕吃饭 吃饭 超大一点 盛起床